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言一出 真是让主持人姚淼和在场记者大跌眼镜 欢迎大家来参加电影《红却台》的开机新闻发布会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姚淼 在姚淼的主持下 周润发 刘亦菲 苏友鹏 倪大红 姚璐等人闪亮登场 并向大家打起招呼来 喂朋友 别忘了 我在做什么 该你飞了 谢谢你 再见 再见 虽然穿着便服 但在周润发的脸上 依然露出化过妆的痕迹 不知道一旦肖雄在周润发的演绎下 会展现出怎样的风采 因为以前我们建的电影里头都是比较 这外面比较多 你现在看那个曹操都是在里头 比较人性 就是比较家居的曹操 对 比较宅的一款 曹操 其实表现曹操文质武功的影视作品已经很多 这部《童雀台》独辟蹊径 讲述了曹操的情感世界 刘亦菲扮演的邻居是曹操的心上人 不过 想理清凉者的关系 连导演都很头痛 就是特别好回答的问题啊 为什么您会说是难题呢 很微妙 对 又像朋友 对 又像朋友 又像妇女 又像肢体的女儿 又像情人 除了和刘亦菲大量的感情戏之外 周润发这次的片酬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说发哥这次片酬很低地接下来这个角色 这个属实吗 是属实吗 我永远都最低的 因为我感觉每一分钱都过多 都到我的口袋里 都是我坐在他搜着 所以我就是在整个戏组里头 我工资最低的一个 轮到日本演员玉慕洪的时候 他的一口日语就让现场抢了壳 幸好剧组请到了随组翻译 先来看看他是谁 没听说你对日语啊 是了就知道 是了就知道 今天这个媒体的皆さん こんにちは 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谢谢 请问有朋友刚才用的口袋说什么 他就说他就是中国的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在这里见到大家 哦 是这样 哎呀 好像他说了很多 然后有朋友就说了这么一句 就还总结概括了一下 就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哎呀 这就是特别高水准的翻译 那么还有 不讲不讲 太不容易了 还有一句话想请有鹏来代为翻译一下 就是我们也特别想进东道主之谊 就是欢迎丽慕洪先生到中国来 可不可以请有鹏来翻译 表示一下欢迎 中国的呃 哎 中国的呃 哎 你们记得这个语气词吗 我们特别要用掌声来鼓励一下 真的有点掌声 太不容易了 他再来说 中国的呃 又不是 哦 其实我看见有鹏那张纸上不是日语 是是是汉语 哦 真好 还帮着到一点 苏有鹏这次在影片中扮演汉县帝 就是曹操携天子以令诸侯中的那个憋屈天子 不但戏里的傀儡生活不好过 戏外苏有鹏也很难受 差点被沉重的戏服压趴下 我总要穿七件还八件 就重的胳膊都抬不起来 对 所以当黄帝不是容易的事情 上次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 拍戏一半想要去洗手间 特别麻烦 真的一堆 我感觉起来就是一堆换换的伺候 就为了好像要上个洗手间 特别麻烦 另外 影天的配角也很有趣 像姚鲁和泥大红都是周润发的旧布 他们分别在孔子 让子弹飞和满城近代黄金甲中 和周润发有过合作 此次会师相信他们也会碰撞出更多的火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